旧冷战中中苏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矛盾 就是因为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政党 不被纳入共产主义的阵营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个异类 从冷战到后冷战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中国 中国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冷战到后冷战的这段转变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交代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 中国在冷战时期怎么回事 在后冷战时期怎么回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冷战开始的时候 中国尚属于什么呢 属于两大阵营争夺的一个中间地带 既不属于美国阵营 也不属于苏联阵营 因为当时美国主要扶持的是民国政府 以蒋介石为代表 苏联尽管在二战期间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建立了根据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直到战后 一直到中国进入到战后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了 苏联仍然坚持的是原来的 欧洲中心主义那个基础上所派生的 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论的那个历史维物理体系 并且被斯大林改造成了一个比较教条化的判断 那就是中国的共产党属于农民党 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没有形成大工业生产 没有产生大工业配套的无产阶级的队伍 就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尚未形成 因此你们不可能形成工人阶级政党 你们也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样的性质 所以中国共产党只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 叫前现代的农民革命的 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农民党 这个定义当年在苏共对中共的看法上是清楚的 并且一直从有中共以来他就是一直这样判断的 你们只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 有了对共产主义的初步认识 但你们这个国家处于前现代 因此你们应该先发展资产阶级革命 当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资产阶级政权主导之后 他们推动整个社会进入工业化 而工业化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就是工人阶级 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兴起的时候 才有无产阶级先锋对政党产生的条件 你们共产党才能从农民党转型为无产阶级政党 那个时候只有在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大生产之后 你们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领导工人阶级革命 你们才能够和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 一起形成全世界的工人革命 你们不可能独立形成革命的胜利 所以中共当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形成的胜利 是世界上的孤正 也因此它不被纳入美苏两大体系 因为他们战后的冷战体系 日渐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固化 变成一个内在的政治正确 不符合我这套意识形态的一定是异类 中国就是异类 它一开始就不符合这两大意识形态体系 你说它是共产主义 不是 因为共产主义的领导国家是苏联 苏联从来不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 甚至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 你们是农民党 所以毛泽东说他跟斯大林斗了一辈子 双方打了个平手 其实主要是因为苏共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 并不具有真正意义的共产党的这样的性质 这是被苏联所明确界定过的 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完全纳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大家有耐心来认真总结一下什么叫做冷战意识形态 总结一下冷战整个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今天的新冷战 旧冷战中中苏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矛盾 就是因为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政党 不被纳入共产主义的阵营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个异类 当然因为他是这样一种异类 所以苏共当时领导的苏联和美国 曾经在二战之后给定亚洲的地缘政治控制 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最多只能占长江以北 长江以南应该是由民国政府 就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来占领 那这就跟两个大国在这个亚洲地区 因为亚洲战场是二战中的另外一个战场 主战场是欧洲 欧洲已经被划分成两块了 东欧西欧 德国被划分成两块 东德西德 甚至连德国的首都柏林也要被划成两块 它是个非地 但也必须有东柏林西柏林 这是二战两大寡头分割世界 控制地缘政治的结果 那在东亚形成北朝鲜南朝鲜 形成北中国南中国 形成北越南越 这是二战双寡头地缘控制的战略要求 因为中国是个异类 所以他没听 没听的结果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但是注意 苏联的大使馆是一直跟着民国政府撤到广州的 他并没有因为中共 这个占领了南京 他就完全放弃民国政府 从美苏双方达成的对亚洲这个次要战场 他不是欧洲主战场 对次要战场的地缘政治分割来看 双方各自要达到的目的 被中国这个异类打破了 但是 中国并没有完成统一 台湾仍然被美国作为台湾牌子打着 那注意哈 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没有完成 并且事实上也控制不了 所以在1949年中共完成了大陆上的政权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东北亚的朝鲜战争 那朝鲜战争才基本上完成了 苏联以军事装备来控制中国军队的 这么一个部分的控制过程 那同时 为了援助朝鲜战争 而把重装备工业转移到中国的部分地区 就形成对部分地区的 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控制 因为你以工业 特别是以重装备工业为主 那他所对应的政府 一定是一个工业资本所要求的 结构化的 有着足够结构控制能力的政府 而这个政府农民革命所产生的政权 是无法建立的 比如说最早是在东北 形成了由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建立经济体系 那就是工厂 连技术工人都是苏联派的 那政府也是苏联派专家来帮你建立的 更遑论 你当时在朝鲜战场的军队是苏联顾问团 来帮助你做战争的策划和战争的部署 乃至于战役的指挥 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 因为客观的来说尽管我们那时候紧急培训了一批俄文翻译 但是对不起 他并不认为战争的指令能够直接通过中方的翻译来下达 而当时朝鲜战场上作战的两个禁文军航空兵师 是苏军空军的精锐部队 他只能是苏军调动 而如果没有这两个禁文军航空兵师 三八线以北的运输是无法保证的 你要靠铁路要靠空路 铁路公路的保护只能靠空中力量 那空中力量中国当时那点有限的空军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空中对运输线的保护 只能是苏联 苏联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200多个飞行员 作战飞机的飞行员 最后美苏双方各自支援的朝鲜战争 在三八线停火 双方打了个平手 所以每当韩国人 或者他们问我对朝鲜战争的分析的时候 我说请你先看 这个战争到底是谁在背后 美国和苏联 尽管参战方中朝 对方是16个国家联合国军 配合韩国军队 但实际上是世界进入二战之后的冷战阶段 地缘政治分割 两个超级大国 他们在整个亚洲地区形成 这个地缘控制的一个客观的这么个过程 这个事件 就是朝鲜战争这个事件 只是双方在地缘分割上的一个步骤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只是朝鲜双方的事 也不能看成是中国朝鲜 或者韩国等等这几个亚洲国家的事 而要看作世界在战后进入地缘分割 它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完成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的分割 而在这个朝鲜战争正式开打之前 因为美国也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中间地带 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战后达成的协议 本来就是要中国被双方控制 被美苏双方控制 于是乎呢 无论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开罗会议 还是讲的这个什么亚尔塔协定 等等等等 这一切其实都是美苏为主 为了形成战后地缘控制 而形成这些国际协定 并不是中国真正在这个签订这些协定的过程中间 有什么权益得到了体现得到了保护 这些东西都应该被看作殖民主义后 或者是后殖民主义时代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 缺乏我们的话语权制度权 乃至于谈判权 所形成的这样的对发展中国家 都是不公正的东西 更遑论后来旧金山协定 所有这些东西 你得看它是美苏两个大国 在这个 先是二战 然后是二战之后冷战 然后是冷战之中的热战 这一系列的协定变化都外 或是体现两大国的地缘政治的利益 这也因此 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 注意哈 本来就被双方都当成异类的中国 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核性的东西 那就是中国一定要维持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 所以尽管中国到五十年代初期 已经接近于完成了 从军事领域到政府领域 到高校到科研到所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全盘俗化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苏联专家手把手的 帮着中国人怎么实现对苏式工业的管理 帮助中国搞怎么推进苏式的教育 苏式的科研 你才能服务于苏联模式形成的工业体系 你才能培养管理干部 所有这些东西当已经都完全实现的时候 军队连军装都是苏式军装了 军衔苏式军衔 管理条例 作战条例全部是照搬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中国的一次再衣服 尽管1949年属于去衣服 但是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再衣服 只不过这个再衣服主要衣服的对象 是被叫做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苏联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说为什么特别讲到在冷战期间 对这个冷战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破坏作用的是 中国这个异类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中国人特别警惕的就是 这个再衣服导致我们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考量 注意苏联模式当出现在衣服的时候 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在衣服 首先是债务的衣服 接着是技术设备的衣服 那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进入工业化 完全靠西方向他们转移 他们几乎没有来得及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于是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相继进入到国家失败 那么衣服东方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呢 难道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很难假设它会怎么样 我们只能看客观过程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说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当中国人在工业上 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 在工业上我们开始出现了一个衣服过程的时候 那么就开始出现了如何去衣服 这个去衣服是在50年代中期 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个衣服是有衣服红利的 这个衣服红利是由主导国家和这个衣服国家的一部分 这个获利者们分享的 因此它有什么呢 有获利者们共同维护这个衣服性制度的动力 它是内生的 而越是农民革命所形成的这种政权 因对世界基本格局缺乏了解 而形成了衣服以后 那个粘性更大 它就构成了一种衣服的制度粘性 所以当50年代中期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 要改出全盘俗化的时候 他所遭遇到的困难 很大程度上是 我们这个政权体系内部 已经客观上出现的这个衣服的红利 以及分享衣服红利的这些利益群体 由他们所形成的这个调整困难 也就是其实你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结构 这个利益结构背后都是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已经分享了红利 他们很难改 而这个利益集团进一步表现就表现成了 从斯大林那搬过来的这套管理体制 所内生的官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的 这在五六年五七年的时候 被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为三大马蜂窝 是捅不得的 一捅他就跳 一群人飞出来遮你 不是一群风飞出来遮 这个当时就被叫做三大蜂窝 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因为他是从苏联照搬的本本 所以不能动 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他也不能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内部并不是没有挑战 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在挑战着这种衣服所形成的利益集团 这就是五五年前后 中国开始努力要改出全班俗化的 那个内在的动因 中国在五十年代已经完成了一套 完整的苏联模式的部门设置 苏联有什么部门 我们基本有什么部门 苏联有多少个工业部委 我们这基本上也有多少个工业部委 苏联有什么样的部局处科 我们这有什么样的部局处科 基本上是一致的 苏联的军队什么样 我们这的体制什么样 苏联的工业管理什么样 我们这体制什么样 这个完全是照搬的 那苏联的大学有什么院系设置 我们这也有什么 他什么教材 我们什么教材 几乎全判照搬了 这个照搬所形成的惯性 是很难被打破的 即使最高层领导毛泽东 他要改 难道这个庞大的体系 能跟着他改吗 所以中国这个异类 尽管是个异类 但他已经内在的完成了一个 照搬苏联体系所形成的体系 比如说当毛泽东提出 要改出全盘俗化的时候 大家重口一次的告诉他 改不出来 我们没有能力 为啥呢 工厂怎么管呢 如果没有苏联专家 谁会管工厂呢 这设备怎么运作呢 不同设备之间的配套怎么组合呢 这些都得是苏联的总工程师 苏联的技术员 乃至于设备的运作中 过程中出现了故障 得苏联的技术工人来帮你处理 50年代之初的时候 我们还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 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70%左右的还是半文盲或者文盲 相当部分的所谓扫盲 也是在参加革命之后 上了扫盲的班 才算扫了盲 真正达到能够实现 对于现代工业有管理能力的 这样的人才 少之又少 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财经高官们 不认同毛泽东改出全班俗化的 这个建议 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那在这个胶着过程中间 却没办法改变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形式主义 三大风波的那个 遮人的能力 这个故事我们不多讲了 只是说中国这个异类 他在追求自己的 所谓国家主权的独立 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难上加难的 就从内部来说 他就几乎是不可能调整到位 于是乎才有 中共中央提出 至少我们要向苏共明确表示 我们不是儿子党 你也不是老子党 你不能指挥我 我们是兄弟党关系 至少在这党级关系上 要表示一点独立性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匈牙利事件 这件事情这么敏感 到现在为止 很多争论都莫中一世 中共的表述是 我们不认同 你们对待兄弟党的做法 而从苏共所翻译过来的文件 是认为中共高度评价 苏共的这个匈牙利事件的做法 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 当然苏共不会告诉你说 苏共 中共反对我们 但如果你看中共自己的表述 我们想改出 这种完全被苏联控制的局面 所以我们要表示不同意见 我们不同意你对兄弟党的态度 但接着你总是看到了 中共在搞九评啊 在发起一场 对这个苏共控制 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这种批评啊 并且最终指认 它是所谓社会敌国主义啊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中共其实能够使用的动员工具 难道是从西方照搬的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吗 不使用的只能是毛泽东词小 或者叫做毛主义 这个毛主义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什么呢 体现的是一个 完成了独立战争的民族国家 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的要求 并且带有民族国家主义的性质 这个时候为什么是几乎能得到全面拥护呢 是因为它具有民族主义的特性 所以人们愿意贡献 你会看到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牺牲 就是为了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 大家就这么用自己有限的劳动能力 去维护这个国家经济的基本的这个增长 所以在那个年代 大家看到经济增长率尽管不如后来 但也仍然基本维持在7%左右 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 所以在那个年代靠人力 当然要靠贡献 去贡献靠什么动员 什么精神动员的民族主义精神 那实际上实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那接着看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动员 不仅在国内有效 我们稍微的往下引申一步 大家就应该知道 它在国际社会也是相对而言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但是我们先停一下 给我们再判斩